各位 CSR 的天下的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频道总编辑黄昭勇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讨论这个环境教育的议题 那在我右手边的第一位是新北市的教育局局长张局长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长张明文 大家好 那在局长的右手边是我们年轻世代的代表 他也是新北市的资深公民 大家好我是简少臣 那我们在讨论环境的议题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部分 想请两位先来谈一下就是 你记忆中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长什么样子 那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场景 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点滴 因为爸爸妈妈都在拼经济 那只有孩子在放学以后 就是大家都是要死儿 下课以后就在那边玩运动也好 抓鱼 这样的一个记忆一直在我的印象很深刻 那这就是一个故乡的味道 造成你呢 我小时候就是住在树林区 虽然没有那种原始环境 但我认为我小时候对于接触自然环境来说 还是比现在在城市中出生的孩子还要更幸运的 因为其实像石底和大同山都比我们学校很紧 所以其实我能接触到自然环境的机会也蛮多的 那局长你觉得这个20年后我们的环境 它可能会怎么改变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呢 这一次我们的新冠肺炎 其实也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警惕 其实不是人定胜天 我们必须要跟大自然和平相处 所以我觉得整个SDGS 我们现在新北市很重视 我觉得要从小去跟他们培养 就是从小大家有这个观念 我们一定要在跟大自然在和谐的过程中找到方法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环境教育 它要怎么样去设计会比较容易吸引 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习 我觉得在教育的理念上 应该有三个很重要的方向 第一个一定要在地化 第二个要生活化 第三个国际化 那在地就是我刚刚讲 从我们跟故乡的连结开始 我们很多的议题 像环境的议题 应该是跟我们生活做连结 我们的在地从小的环境 像我们的湿地也好 或是我们的河川保护 如果孩子从小就接触 然后跟他产生连结 甚至我讲一个特色 平林的茶香 如果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认同自己的故乡 因为他一定要有生命做连结 所以要在地 而且生活化 很多东西在随所可得 比如说我们现在办太阳能的竞赛 怎么样去煮东西 用太阳能 风力在海边就会有富裕的问题 有蟹 有卵丝等等 所以我想在地化 生活化很重要 未来才有办法国际化 因为你会有自信 你可以将你故乡的东西向全世界 你有更自信更骄傲地告诉大家 台湾是一个好报道 绍成上个月10月28号有到这个 我们CSR的天下举办的 U20国际青年论坛 那我们也知道你从小就跟着你的父母一起在做这个 互息的这个行动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 当时的课程是或者说这些活动怎么样吸引你 让你这样子一直投入呢 因为我们鹿角西是以小学生为主的团队 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在一边上课一边玩的过程中真的喜欢他 然后甚至能够因为今天自己多做哪些事情 帮到地球感到骄傲多捡了一块垃圾或什么之类的 希望小孩子能够更自由的而且更自在而且更喜欢在鹿角西里面继续帮助这样子 你觉得我们这些上一代不管是你这一代或者是我跟局长的这个更高的一代 我们有什么责任或是怎么样让这个环境教育可以让下一代能够更了解 因为我们从小其实收到的知识都是 几十年来碳排放量升长多少 垃圾又被丢了随机丢了多少 所以我们可能都很容易直接就觉得说这是上一代责任 但其实我觉得环境保育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到太多太多的东西 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归咎到谁身上其实就 这个抱怨其实不太好说 但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上一代的我们或是你们 如果真的觉得环境保育现在有多重要 而且知道之前我们做错什么然后我们必须要改善什么 那我们有义务而且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要让下一代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局长的责任本来就是在做这个环境教育 那你觉得说我们在环境教育上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善 我们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108的新课刚很强调素养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适应未来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计上其实就会希望说去关心他周边的生活 尤其是在他学校附近有没有什么样重要的环境议题 可以让孩子从小就去接触去讨论 就像我们在推海洋教育 他可以找专家来然后可以跟孩子动手做 可以做非常专业非常在地非常关心我们环境的议题 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或对学校来说它就是一个很棒的环境议题的从小的接触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每一所学校他的周边环境都不一样 其实可以从他的身边去观察 然后给他多一点机会去思考 到底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在环境议题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大自然 在我们透过这个环境教育之后 新生的一代或者是新生代 他们可以为我们的环境带来一些什么样好的改变 其实新北刚好就是台湾的小说 所以我们在地的年轻人 他可能住在都市 也可能住在郊区 或是甚至住在偏乡 甚至住在山上海边都有 所以他周边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差异很大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多关心他的周边 我们政府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提供一个平台 然后结合民间更多的力量 我们大家可以让年轻人主动的去提案 尤其是看看有没有一些对于环境议题 有关的一个相关的建议 我觉得可以跟政府合作 跟民间组织合作 从我们的家乡开始做起 你也可以谈一谈就是 那你们是怎么样跟工部门 像是教育局或环保局 这些来合作改善我们的环境 一开始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做 不是做了什么大事 但一代一代十年 然后有被鹿角西带过的孩子 也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个 那么我会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做到的事 我们能够让更多的孩子知道说 自己在环境教育上很厉害 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也希望能够教小孩子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主动提案 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想法吧 如果就是马上我们要来 就是做一件可以爱地球 关怀地球的事情 你觉得那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去分辨好 什么才叫正确知识 尤其是在这种资金量爆炸的时代 很多谣传都可以变成真相 更何况是这种生态这种 比较灰色地带很大的地方 所以我会觉得你现在最重要一件事 在你决定要怎么样帮助地球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去查证这件事情 多去查点资料 然后多去看一些东西 然后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 而且最能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或方式 然后再去做它 那局长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建议会是什么 像我们的米昌国小 他就结合了陆屑阿红 所以他因为常常会在靠马路边 常常阿红会被车压扁压死 所以学校他就设置了陆屑保育区 他从实际的活动行动来帮助做 我们的阿红保育地图 教我们的在地到巴黎的游客 要注意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陆屑阿红 所以我想年轻人透过他自身的力量 从小就能够爱我们自己的土地 认同自己的土地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环境教育的处罚 更会鼓励每一个孩子 从自己的家乡处罚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国际化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作为一件爱护我们地球的事情 请从你的家乡开始 这里是CSR的天下 谢谢各位 那也谢谢两位 谢谢局长 谢谢少臣 我们下次见